大家好,我是刘姐 今天用一斤面粉,两斤水 教大家做正宗脆皮油糕 炸好的油糕各个圆鼓鼓 外酥里软,香甜细腻又好吃 30年的制作经验 学会了都能开店了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50克的面粉倒入锅中 锅中不用放油 开小火煸炒,将面粉炒熟 面粉炒熟可以闻到一股焖香味就可以了 关火,把它盛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做油糕的馅料 准备50克的白糖倒入大碗中 再加入50克的红糖 炒熟的面粉也倒进来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油糕馅料中加入熟面粉的作用是 让炸好的油糕里面的糖汁不容易流出来 熟面粉吃起来没有生粉味 口感更好 大的红糖疙瘩用手给它捏一捏捏碎水 用筷子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这样糖馅就做好了 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倒入两斤的清水 大火烧开 烧开后往锅里再倒入一斤的面粉 这里水和面粉的比例是2比1 然后转小火 用擀面杖不停地搅拌 搅拌均匀 一直搅到锅里没有干面粉 将面粉完全的烫熟 最后是这种程度 搅的时候有些阻力就可以关火了 面板上抹上食用油防粘 把烫熟的面团倒在面板上 面团稍微晾一下 烫熟的时候开始揉面 两手也要抹上一点油 把面团揉在一起 面团揉好后 再将它摊开 在表面撒上一层干面粉 继续趁热把它揉在一起 揉两三分钟左右 再将揉好的面团摊开 按扁 上面再撒上一层干面粉 再给它揉在一起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炸好的油膏 表皮更加的酥脆多层 一直将这个过程重复四到五遍就可以了 最后将面团揉匀揉光滑 面团揉好后再将它分成两份 取一份直接把它搓成长条 再分切成大小相等的面积 每个面积大约在50克 取一个面积把它整理一下 团圆 放上我们调好的糖馅 用虎口收容法把糖馅包起来 多余的面积揪下来 再给它整理一下 然后团圆 再轻轻的按扁 这样一个糖膏生坯就做好了 用这种方法包的油膏 里面的糖馅不会溅出来 在油锅里面炸油膏的时候 油膏不会露馅更加的安全 所以包油膏的时候一定要包紧不能露馅 不然炸油膏的时候容易炸开烫伤自己 按照这个手法把所有的油膏全部包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炸油膏 锅里倒入多一些的食用油 大火把油温烧至无成热 放入一双筷子 炸下油温筷子的周围起小泡泡 这样就可以了 把火候转为中小火 将油膏一个一个的放入油锅中 油膏下入锅中后 用筷子轻轻的搅动防止粘连 慢慢的油膏飘起来了 飘起来以后用筷子给它翻个面 让油膏的上下两面都能够均匀的受热 这样油膏两面的颜色也会一致 油膏慢慢的鼓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要勤翻面 一直把油膏炸到两面金黄 鼓鼓的 油膏就炸好了 把油膏控油捞出 炸好的油膏金黄鼓鼓的 看着就很诱人 接着我们再炸下一锅油膏 油膏一锅不要炸的太多了 炸好后控油捞出 炸好的油膏颜色金黄诱人 外皮酥脆 里面香甜软糯 还是非常的喜欢 沸油后把它装入盘中 这种油膏的做法 可是老妈30年的秘制经验 学会了都能开店了 这样炸好的油膏 给孩子当做零食 比面包店的面包还要好吃 酥脆香甜又软糯 因为是烫面的 皮质津津津津津的 有嚼劲 越吃越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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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